假如说你今天希望可以自动化 就是你可以多一个按钮按下去之后的话 它自动帮你判断你这边编号有多少 而且不需要人工输入第一个号码 因为这边的话你还要必须输入什么001 然后再来做往下的动作 而且你还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个地方如果你要001的话 你的格式你还必须怎么样呢 把这一个栏位出生格的格式 你必须要给它文字 如果你不是文字的话 那那个00就会自动被去除掉 OK 这边的话如果把它改成001那就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可以让它自动 而且知道说呢我的最后一列在哪里 然后并且程式自动帮我跑完的话 那该怎么做 第一个呢请各位也是一样在这边呢 我们用刚刚是用录制的 那现在的话我们自己来写一个好了 比如说这边的话呢我可以写一个流水号 一样的 那程式的部分的话呢让它自动判断 那我要怎么自动判断呢 在这里插入一个程序好了 那这个程序的话呢我叫流水号2好了 那名称不能一样 先插入一个新的程序按确定 流水号2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呢 首先的话呢第一个动作我希望自动在A2主文歌 就先加入什么呢 加入一个001 所以这边的话第一个我就直接在这边自己加入 那加入的方法直接在这边把上面的程式 先偷揽一下复制 Range A2什么呢 这个地方等于 直接第一行的话等于什么呢 等于001OK 接下来的话呢我要让它自动填满往下 那我要知道一个什么讯息呢 这个讯息是一个X好了 X等于什么呢 等于B栏的 B栏的什么呢 Ctrl向下 那前面我好像有跟各位讲过就是 Ctrl向下这个动作 是可以利用程式撰写出来的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用Range 挖斧 那里面的话可以根据B栏 B栏就是B冒号B的意思 根据B栏的点 打一个E And 它的最后面 哪里的最后面刮斧一下 最向下的刮 向下的空白键一下 点什么呢 点Row 最后一列 那这样子呢 它回传回来 给我的就会是什么呢 如果像这样子 我就会知道说 X等于多少 X等于1241了 那我就知道1241了 那我知道1241之后的话呢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自动填上去 自动填上去